西游记原著最诡异的矛盾点 孙悟空连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不怕 为何会怕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呢 要知道 炼丹炉的六丁神火 连观音的杨柳之都扛不住 孙悟空却凭此炼成了火眼金睛 但三昧真火却能要了他的命 而这背后的真正原因 竟然与红孩儿背后的大佬有关 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在整个西游记中 红孩儿的形象 很像是那种小霸王 看似拽拽的 实际上可能没什么大本领 因此大部分的读者 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以为 这一关是非常轻松的 然而 红孩儿的一把火 却是烧得孙大圣叫苦不迭 差点让他直接烫板板就升天了 而且不管找来什么救兵 孙大圣都没办法消灭这把火 这就不由得让人怀疑 红孩儿的三昧真火 到底隐藏了什么奥秘 要从这本言来论的话 这三昧真火的威力 还不一定比得过 太上老君烧制炼丹炉的耐火 众所周知 大圣大闹天宫被玉帝逮住之后 遭受了诸多的刑罚 但奈何他本领实在是过于高强 几乎所有的刑罚都奈何不了大圣 像普通的用刀砍 用水烟 用火烧 根本动不了大圣分毫 于是 玉帝就找上了老君 让他用炼丹炉把大圣炼化 老君常年的工作就是炼丹 而炼丹炉的火 则是传说中的六丁神火 是宇宙开荒之时最初的那把火 因此 这把火也就拥有 生生不灭 可以烧弹世间任何东西的能力 像观音菩萨手中的杨柳枝 也没能扛住这神火 被烤得干燥无比 这也是说 无论是神还是佛 只要一进这炼丹炉 被这个六丁神火一烤 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按道理来说 大圣要进了这炼丹炉 被这六丁神火烧上了49天 人肯定是已经化成灰的 但令老君意外的是 这大圣不但毫发无伤地出来了 还拥有了一双火眼金睛 难道大圣的境界已经超越了神佛吗 事实并非如此 大圣主打的是一个技巧 六丁神火虽然神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只要人躲在炼丹炉的东南方 就能避开它的智考 这个说法是从中国古老的五行说 衍生出来的 众所周知 五行相生相克 六丁神火既然在五行之内 就必须受这一规律的约束 而火又是被木克制的 因此 以木为属性的东南方 就是天然的克制六丁神火的武器 大圣也正是因为 躲在了炼丹炉中的东南方 才得以逃过一劫 难道大圣只是在耍小聪明吗 当然也不是 在进入炼丹炉之前 大圣已经在天庭吃下了 许多的丹药宝物 有了一定的修行潜能 而六丁神火本就有净化人的本事 因而大圣还是受到了些许的净化 并在这净化之中 将吃下的丹药 转化成了自己实打实的本领 这也是说 大圣也还是受到了六丁神火的考验的 西游记原著中 孙悟空连太上老君的六丁神火都不怕 为何扛不住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呢 而且孙悟空本人也会三昧火 为何还会差点被三昧真火烧死呢 严格来说 三昧真火并不是西游记的独创 早在道教的经典著作《纸旋篇》中 就已经出现了三昧真火 道教认为 所谓的三昧 指的其实是君 臣 民三种人 他们又与心 肾和肚脐眼 三个器官的火相对应 君 臣 民是当时社会构成 基本秩序的三种类型 他们有着流通的可能 因而 在道教看来 这三昧真火也象征着 人体内能量的转化 正是因为如此 有人就认为 这三昧真火乃是人性之火 想要经受住他的智考 就必须在人性上达成完美 对于红孩儿来说 他是一个幼童形态 对人性本身的探索 是不到位的 因而 拥有一身本领的他 只是在游戏人间 自然可以随意地掌控这三昧真火 又不至于伤到自己 但对于孙大圣来说 这三昧真火可就是独一般的存在 原因很简单 刚作为石猴出生的他 或许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人性 对于好物是精畏分明的 那么在大闹天空踏上取经路途之后 大圣早就明白了人性的险恶 按照他极恶如仇的个性 恨不得将这些恶都给铲除掉 可一旦铲除 整个世间就没什么存在的价值了 毕竟 纯正的好人少之又少 因此可以说 在整个的取经路上 孙大圣的心性 在不断地被人性所磨炼 他有他的执念 也就是所谓的账念 试想一下 当一个心存账念的人 去面对一个赤子 所发出来的三昧真火 谁胜谁负 似乎不需要多言 当然 也有人说 大圣本人也会三昧真火的 为什么就是抵抗不了三昧真火呢 一般人的确可以通过修行的方式 来得到三昧火 但这个火并不纯正 在整个西游记中 能够使用纯正的三昧真火的人 只有红孩儿一人 各种原因就在于他的赤子之心 不纯正的三昧火 自然对人的考验就没有那么大 而纯正的三昧真火 对人而言就是毒药一般的存在 因而 虽大圣可以经受得住六丁神火的考验 但却受不住小小的三昧真火 这也是说 不能光看着火焰的威力 还要看准火焰所攻击的地方是什么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西游记并不是一部升级打怪的小说 而是讲究心性修炼的作品 其中 又蕴含着浓厚的道教思想 西游记援助的水 到底有多深 孙悟空为何扛得住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却扛不住红孩儿的三昧真火 这与红孩儿背后的神秘大佬 有很大的关系 此人便是张天师 在西游记中 孙悟空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只要坚守住你的本心就可以了 这一点听着简单 做起来非常难的 就拿孙悟空来说 他本来是个石猴 按道理来说是没什么情绪波动的 可踏上取经之路后 孙悟空的心无时无刻不再被外界干扰 他时刻都处在一个非常躁动的状态 因而 求取真经对于孙悟空来说 就是一个让他的心得到安定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孙悟空翻个金斗云就能跨越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一脚就可以到达灵山 却偏偏要陪着唐僧一步一步的走到灵山 重点不在于取经的结果 而在于这个过程中 孙悟空的心得到修炼 在西游记的最开始 宋经书的人就对着唐僧几人说 这个真经其实并不在灵山 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上 但是你们不一定能立马感知到他的存在 必须经过漫长的考验 而对于孙悟空来说 红孩儿这关就是对他心灵的再一次磨练 红孩儿一意后 孙悟空悟到的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向着正心的道路又迈了一大步 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